只扣10塊錢,算是非常的便宜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高雄港的水域了 我們已經離開了愛河 前面這個灣,因為正好是愛河的出水口 所以這個灣,我們又把它叫做愛河灣 目前我們高雄有大型的建設 有些已經建造好了,有些還在建造 大型的建設,前鎮林亞還有原城三個行政區 其中一項大型的建設,就在愛河灣這裡 就是海洋文化暨流行音樂中心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右邊這一棟 就是流行音樂中心 那我們目前這個流行音樂中心 它也叫海音館 這個海音館這個名稱是我們在網路上 票選最高票當選的 因為另外那個名稱沒有人選 另外那個名稱叫流音館 所以沒有人選 是流行音樂館 所以沒有人選 流行音樂館 那我們這個海音館呢 是在10月31號那天才正式開幕 那在11月20號那天呢 辦了首次的售票的演唱會 是魯廣仲來這邊演唱的 那它我們右邊這個地方 是屬於它的內 等會呢 會看到我們孟時代的摩天輪 只有幾秒鐘的時間 在這個位置看過去非常漂亮 在它的左下角 它跟大樓一直開了 有看到了嗎 非常漂亮 因為這個角度看過去只有幾秒鐘之間 而且這個角度是正好可以看到它的全部 來那我們再回到右邊來 右邊這個有草皮有種樹的這個地方 就是它的外場館 我們叫海風廣場 那這個海風廣場呢 可以容納一萬多人 算是一個也是蠻大的一個戶外表演空間 那從我們海風廣場一直走進去呢 就可以到達我們高雄非常夯的一個景點 就是柏爾藝術特區的所在地 那這個柏爾藝術特區呢 是我們從一些老舊倉庫呢 所改建出來的一個文創區 很值得各位有空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 那白天在那邊逛走累的話 有一個地方 是非常好的一個休息地區 有茶水還有一塊鳳梨酥可以吃 就是微熱山丘 它的鳳梨酥不會吃 它茶米茶也好喝 來那我們再看右邊 可以看到一座橋 這一座橋呢 哇 這一座橋叫大港橋 那它是我們全台灣第一座的平行旋轉橋 然後它旋轉的時間是在每天下午的三點 還有在施工 所以沒辦法從那邊過去 那我們蓬萊穿過去呢 是連接著我們高雄港的香蕉碼頭 跟戰樂庫這些地方 所以各位這邊如果有喜歡 遊港船的話 可以到那邊去做詢問 像我們右邊這一艘就是遊港船 但是這一艘船是在哈馬心那邊 那邊打成的 就遊高雄港 對 白天也有 就看你們去 去預約的時間 那邊有很多家公司所經營的啦 那它的時間點我就不太清楚了 到那邊去做詢問才會知道 好 來那我們再看到我們剛剛 那一個 右邊那個L型 像潛水艇這個阿岸的東西 這個呢是我們港復旅運中心 另外一項的大型 大型建設 叫港復旅運中心 那因為還沒建造好 所以還沒開燈 這樣看起來就阿岸的 那港復旅運中心是幹嘛用的呢 它就是我們八層大型油輪的 停靠碼頭跟出入境的地方 因為它還在建造 預計今年年底完工 但是整體完工要開幕的話 可能要到明年了 那到明年的話 應該這個疫情也過了 所以耳後搭大型油輪 直接到高雄來 就可以了 不用再到基隆去搭了 來讓我們看到右邊這裡 因為我們昨天跟今天 我們高雄市呢 舉辦了海洋派對 這都要參觀 今天白天有在讓人搭乘 就是體驗啦 啊體驗要不要錢我就不知道了 天館就是一下比賽的 今天都是讓人家 就是體驗搭這些板船這樣子 前面那一艘是我們的 這一艘是遊港的 來那我們右邊看到 比較近的這個地方 有六棟比較小的 這個造型呢 其實它就 建造的像鯨魚 用出水面的那種形狀 所以我們又叫鯨魚館 那這個鯨魚館 是屬於比較小型的 一個表演展覽廳 因為它容納人數 才只有兩百到一千人不等 那我們現在所有的這個地方呢 在耳後的江南這邊 要製作打造成遊艇碼頭 所以在不久的將來 各位貴賓如果再來的話呢 也許會看到這邊 會停很多的遊艇 那我們現在右邊這個水域 在2013年的時候 我們高雄市有一個非常成功的展出 然後吸引了好幾百萬人來這邊參觀 就是黃色小鴨 它的展出地點就在這裡 就在我們現在船隻的這個位置 那因為很多由貴賓來到這邊 都認不出來這個點 因為當時沒有周遭這些建築 現在這些建築都蓋起來了 而且蓋得這麼漂亮 所以這個彎人家都認不得了 來那我們先介紹右後方 比較金黃色的這棟大樓 這棟一到八樓呢 是漢省百貨 九樓以上是漢萊大飯店 那它的最頂樓的造型 非常特殊 其實它所打造的這一棟 是一個風水學打造出來的 它的理念就是升官發財 最頂的就是一個西洋棺木 等會再遠一點 各位就還可以再看得到 來那我們右邊這個碼頭呢 叫光榮碼頭 所建造的是文化展覽中心 那目前裡面沒什麼好展覽 所以沒有開放讓遊客進去 那這個光榮碼頭 以前是一個軍用碼頭 以前我們台灣藝蘭 只要抽到金門的話 就是從這邊搭船過去的 那時候大部分都是會在壽山上面住了一個星期 然後車這樣子逛逛逛逛到這裡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就是這裡 因為都冒暈了 然後這個軍事用地呢 後來是在2005年的時候 移師到別的碼頭去了 那這個碼頭移交給我們市政府使用 為了紀念它的光榮歷史 才把它取名叫光榮碼頭 其實它還有另外一個別稱叫傷心碼頭 因為那時候當兵一到外島就是要三年 女朋友跟家人都哭哭啼啼的 送著它出去 所以才叫傷心碼頭 但是三年後回來的女朋友 如果有再來接它的話 就會在我們左邊這個碼頭等它 所以這個碼頭叫真愛碼頭 它的名稱真的是這樣來的 來 那我們右後方有一棟大樓非常漂亮 屋頂上面有兩個像月亮的這一棟 這一棟呢它是遠雄建設的樓腕 它等一下外觀的彩燈如果再跑的話非常漂亮 那它的樓層高度有68層樓高 以樓層來講它是我們台灣第三高 那它的右邊顯現出來的屋頂尖尖的這一棟 屋頂亮的這一棟就是我們台灣的第二高 我們高雄的地標85大樓 我們現在脫頂上這一段的輕軌橋段呢 它屬於一個多功能的橋段 因為輕軌的鐵軌在橋的中間 那它左右兩邊有人行道跟自行車道 可以供遊客到上面看愛河跟高雄港的風景 那等會如果有貴賓想要到這邊來走一走的話呢 要怎麼過來呢 我們下了船上了岸之後右轉直直的走 就可以連接右邊這個白色螺旋階梯這裡 從這裡一走上去呢 就看你要到海音館博物館 或者我們流行音樂館還是到光榮碼頭 就看你們自己要去到哪邊去逛 來那我們現在看到我們前方這一座橋的橋面上 橋面上會站著一些鳥 騎一些腳啊你們看不 這種是夜行性的水鳥叫夜露 有看到嗎那裡有一隻 那邊也有一隻 這裡啦這裡啦 你們認為呢 真的 其實這是我們上班的時候抓來擺上去的啦 沒有啦 它是真的鳥啦 它是真的鳥 它是真的鳥 來然後看一下左右兩邊的橋墩上面也有 都有站齁 然後往上面看齁 都有看到很多我們的夜露的存在 齁 三四隻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到我們這個夜露為什麼 不會像其他鳥 都兩隻兩隻 還不然三隻都整隻整棍的 你看看每隻都在距離 有點距離 對啦 誰講的這麼厲害 就是 它也是這麼聰明 就是遵守我們的防疫規定 所以你看 都是每隻距離都那麼遠 很像齁 當然是假的啊 沒有啦 因為這種鳥類它有防禦性 所以不能兩隻站在一起 兩隻站在一起 他們就會打架 所以他們 他們就會這樣子 稍微距離 距離一下這樣子 來那我們再看到我們船隻的正前方岸邊 有一座 目前正在亮的 可能這個 比較遠一點 所以看不出來 這個造型 它是一個龍頭 魚身魚尾巴的造型 它的名字呢 叫做熬 獨戰熬頭的熬 熬拜的熬 它等一下 會有燈光的變化 因為七點大概五分 它會做一個暴死的動作 而且它燈光變化會非常的漂亮 這座其實它是一個花燈 那它是2001年的時候 全國燈會首次在我們高雄 舉辦當年元宵節的主燈 那講到當年元宵節的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明年我們全國元宵節的燈會就是在我們高雄 也就是剛剛我們所有的愛河灣那個地方 但是因為燈會的範圍比較寬廣 所以一直延伸到我們鳳山的衛武營 所以各位就會看到有時候我們目前愛河兩邊的燈 跟有些橋樑的燈 有時候不會亮 因為目前它都還在做測試裝修 對 好那再回到這個熬 這個熬是2001年燈會的主燈 那2001年是小龍年 我們為什麼要做這種神獸來當主燈呢 其實這是對我們高雄的一個期許跟一個蛻變 那這個就是從鯉魚要龍門這個故事來的 鯉魚他想要幻化成龍的話 他必須要跳躍過龍門 那這個過程非常艱辛非常困骨 那他這個造型就是頭過了身體還沒過 那就期許我們高雄市呢 能夠從以前的重工業時代 能夠蛻變成港式合一的一個綠冷的國際觀光城市 那講到這個綠能呢 我們亞洲新灣區還有一項建設 很值得各位有空可以去參觀一下 他已經建造好了 就是我們高雄市的市立圖書總管 這個這一棟圖書總管呢 它是全世界第一棟的綠能懸吊建築 非常的特別非常的特殊 來那各位各賓等會下了船 有想要上洗手間的各賓呢 就我們右邊這一間齁 這一間就是我們這邊 愛河邊唯一一間洗手間 我們這個熬呢等一下馬上要表演了 開始囉 好那各位就要欣賞我們就不打擾各位了 我們要看的貴賓呢你們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囉 還沒聽過癮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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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齁 那再買一張票再重來啊 重來一次 然後我講的又另外一個版本這樣子 來那最後感謝各位搭乘 祝各位也身體健康 謝謝再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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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他這一棟總沒有營業了嗎 這會不會啊 選擇 選擇 有 選擇 有 有 選擇 他整個腰卡掉了 重蓋嗎 對 要在的豪宅 豪宅喔 不是飯店喔 謝謝 您 看到 我們要去哪裡去檢查 不要 好 我們要上廁所 我們還要走 看什麼嗎 我又走 我們要去檢查 要向哪裡去歷 Are you walking? 可以嗎 可以嗎 為什麼要去檢查 煉到煉陀 我怕會不會 圆路 圆路 那魚鯊大魚啊 魚鯊子 鮇魚鯊 skept TC. Reven comunque才 la酒 癢養幸福 在時裝卻滿意的你 過了一段時間,比起有一個美好 你還在前面,而且很受到一步 你還要把某些人打開 還要把某些人打開 還要把某些人打開 你還要把某些人打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